今年十幾位台灣年輕好手 赴日參加香川玩歸半馬 賽前焦點是力拼成都世大運 參賽標準的學生選手們 不過將滿32歲的沙場老將 映帝周庭應 首度跑進66分台 以66分56秒 己身歷代第八截 成為台灣選手中最亮眼的表現 周鴻宇、曾庭偉也分別以67分27秒 和67分52秒 首度達到世大運參賽標準 還記得2017年世大運半馬的感動嗎? 2019年因為無人達標 而沒有人參加世大運半馬 2021年成都世大運半馬標準降低 而且因為疫情兩度延期到2023年 男子組有多人在2021年和2022年的台北馬拉松 達到參賽標準 但也因為疫情 成都世大運兩度延期到2023年 達標窗口也擴大到從2019年10月1日到2023年3月31日 大專體種也因此在2023年1月公告 把達標選拔場次從一場改為兩場 這衝擊到許多已經達標一場的選手 必須在3月底以前趕快再拼一場 尤其是男子半馬 本來有5位達標至少一場 公告後只有周鴻峰符合達標兩場的選拔資格 其他4人都必須往海外尋求達標 才有機會達到選拔的資格 湘川王歸半馬 作為日本每年年初的精英半馬 是亞太地區好手創造佳績的勝地 台灣自在世大運半馬的青年好手們 來自國體大、人物團隊、台師大、北師大的學生選手們 也紛紛開團力拼達標和挑戰自我 本屆鄉川王歸半馬 在設施11度、晴朗、微風的良好狀態下起跑 比賽是點對點折返 前5K是下坡 然後進入緩和平地 所以最後5K就是爬坡 前後段的體力調配 是創造成績的關鍵 開賽後 台灣男子好手在女子總一後方形成67分整的列車 可以看到周庭應、周鴻宇、黃祥偉、曾庭偉 都有出現在轉播的鏡頭中 江彥倫、江英偉、前半也有跟住這個集團前進 折返時大約是67分整的配速 進入最後5K時 周庭應加速出去離開集團 周鴻宇則稍微落後女總一十幾公尺 不過一直保持住沒有失速 曾庭偉、黃祥偉、江彥倫、江英偉 則調出集團跑自己的配速 最後硬帝周庭應以66分56秒 首度跑進66分台 己身歷年第八節 周鴻宇不僅有撐住配速 最後有追回和女總一的差距 67分27秒突破個人最佳一分多鐘 己身歷年第十二節 曾庭偉雖然中斷調出集團 不過穩穩維持配速 也跑出67分台的67分52秒 己身歷年第十七節 兩人都首次達到世大運半碼標準 即將滿32歲的印第表示 其實因為確診和隔離的關係 11月中之後的訓練都不是很理想跟持續 台北馬拉松在絕佳的天氣狀況下跑出2小時28分40秒 只比悶熱的長榮馬獨推2小時29分01 每一塊多少 有別於6年前來這裡拼世大運標準 這次心態比較放鬆 比較沒有雜念 穩穩的出發 後段雖然累 但憑著體感往前推 反而突破BB 跑出自己意料之外的成績 接下來他想保持跟這次一樣的心態 挑戰3月5號的東京馬拉松 然後以下半年全運會場地賽的項目為目標 周鴻宇表示 賽前高標是蔡清周在2001年寫下的高雄市記錄66分31秒 再來就是達到世大運標準 很高興能突破PB並達標 很巧的是 起跑後他前面有一個號碼布是417號的選手 剛好是他的生日 跟自己配數也差不多 就跟著他 進入後段是他比較不擅長的上坡 集團開始崩解後 他就照著自己的節奏前進 順利回到終點 首次達到世大運標準 曾廷偉表示 賽前其實沒有特別設定目標 只是想好好享受比賽 結果是超乎想像的PB 曾廷偉在開賽後 有跟上緊追女總一的台灣好手列車 但5公里15分35秒 比自己預估的每公里3分10秒快 而且有一點吃力 於是降速維持3分12到3分14秒 結果變成新列車的列車長 也不時會有前一個集團落後下來的選手加入 10公里以31分37秒通過 比台北半馬時快20秒 就繼續維持 而他就這樣領跑到最後2公里 快撐不住時 終於有選手上來領跑 讓配數得以維持 最後盡全力回到終點 首次闖進67分台 達標世大運 周鴻與曾廷偉 都是第一次達標世大運 雖然離達標窗口還有7周 但大部分比賽在公告後 都已經無法報名 兩位接下來 都會把重心轉移到場地賽 曾廷偉也會嘗試挑戰3000公尺障礙 世大運參賽標準 8分42秒85 現階段來看 半馬有達標2次 且成績最佳的周咸豐 入選世大運機率最大 男子選手突破自己的 還有聽障跑者朱俊哲 他首度突破70分大關 以69分54秒登上歷代39節 這兩年的世大運半馬效應 激發青年好手們的動力 台灣史上有41位闖進70分內的好手 在這兩年就增加了12位 女子方面 全國紀錄保持者謝千賀 前時可以積極的3分30秒前進 後半失速以76分31秒完賽 雖然離PB有一段距離 但也算是逐漸有起色的表現 達人達與我閹光 Mogoll啊 35秒會